香港除了大唐之外 烏膠藤是另一個看紅葉的好地方 那裏有傳說中香港最高的豐香林 另外那裏還有竹林和芦苇草 我們今天帶著Taddy Coffee一起出發 沒有位置了 你看拍到上了路 首先我們要去的地方是九淡租 如果不是開車的話 可以在大埔虛站那裏搭20號R 都來到這個總站下車的 這個停車場的位置不多 它的位置就近這個烏膠藤公廁 在這個牌子旁邊 印州堂郊野徑 看到第一個牌子就走左邊 出發前最重要是先去廁所 因為稍後沿路是沒有廁所的 去完廁所之後一路走 會看到九淡租的牌 就代表你走正確的道路 看到牌之後就轉 右邊 走了幾分鐘已經看到 那個豐樹林了 我們上次沒有走這裡 對 上次沒有走這裡 周末尼是超級超級多人的 現在這個豐樹林已經開始轉紅色 但還未是最紅的 我想12月初至12月中會再紅一點 這裏的豐樹林比大棠 就壯觀很多 好可愛 Pedy做了第二個景點 好搞笑 傳說中的竹林 我們選了一條很特別的山路 這條是不是路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路 走前多一點點看不看 剛剛看到路人呢 這條山馬村 不是路的路 是路來的 哈哈 可以說什麼 哇 這條路 是不是很久沒有人走 不知道了 繼續走 都是山路而已 有點絲帶的 Cosi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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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這裡 好厲害 我踢上去 好,是走錯的,不過不要緊 我們走回頭 選擇上山的路走 我們迷失了第一回合出發 現在這麼大的路,打算走得對 誰知道,就錯了 我們去回剛才的休息站 然後就向上走 總之不要走水塘那邊 向上走試試 領隊說什麼? 剛才帶頭那個 領隊說,肯定帶著這條路 來到這裡又有分岔路 這次迷失小隊會選擇 都是跟人走的 所以走右邊 又有屍帶 哈哈 三雅村啊 去三雅村的路 就會比較崎嶇 一點點 所以踢一點又要泡泡了 很棒 我們選擇了一個吃午餐的好地方 哇,咖啡咖啡 的妹妹 來,媽媽 吃午餐 哇,叫腸腸腸 哈哈 哈哈 哇 走一趟 烏膠藤呢 走去九淡洲 是很舒服的 一條平路 但九淡洲 走去三馬村 全部都是石路 一直抱著他們走 都不惹小的 嘩好漂亮啊 這裡有一片紅樹林 紅樹林 這裡的紅樹林 這裡的紅樹林 哇 好爽啊 哈哈 好厲害啊 烏龜藤真的很多美景 到三馬村了 還有四分之一小時 太美了 這裡 我們現在要去士多島 找點東西吃一下 找一羊好不好 找一羊 到了三馬村的食堂了 有無邪加油站 二蜜狗餅二十元 村友好吃的很多地方 我們由這邊走過來三馬村 現在呢 就在另一邊 走出去 九淡洲那裡 看看沿路有 整條的 蘆葦草啊 好多蘆葦草啊 哇 太多景點了 今天 這邊這條路呢 就沒有什麼風景 但是聽人說 就是一個 Soccut 可以快 大概半個小時 出去 就是不斷的 上沙路 哦 原來這個回頭路呢 就會在 剛才呢 我們去的時候 不是走這邊 平路去的 那 這次回來 就會在樓梯級這邊回來 只要你留意四圍呢 其實一邊走 都一邊看到紅葉的 後面 進去 再次回到 路面 後面 都一邊趁機 在樓梯級這邊 走 走 走